我是五年二班的何美 主题是种下之夜 创作方法是水茶和蜡 我喜欢看故事时 而故事中的内容有时感伤 有时快乐 但我希望用自己的方法呈现结局 故事里怕黑的猫 在夜里害怕的哭泣 你一直勇敢的猫出现 陪伴着怕黑的猫 一起路过黑夜 他告诉怕黑的猫 黑夜的镜头阳光会带着希望 神奇 你看这么美的光芒 是在最黑的夜 勇敢的破解而出哦 借由这幅画 我想告诉大家 虽然每个人都会遇到挫折与意境 只要我们勇敢的面对 最后都会有我们想要的希望出现 黄灯的猫 然后我们想要的 燃热